大家好 我是千田 今天來介紹大陸這個 S2冠軍盃的比賽 稍微介紹一下 然後這個比賽呢 左邊這一堆是木森麗 加仙道掌 還有刺木鋼線 右邊是長果彈一致加櫻木花道 還有內藤光頭 非常 右邊是非常奇怪的一個組合 右邊是屬於防守 防守比較健常 三個基本上都是防守球員 像我最近也要練這個長果川一致啊 因為他CP值相當的高 然後內藤鐵眼也不錯 CP值也很高 然後光頭一幕的話 台版還沒有出 然後右邊這一隊呢 木森麗也還沒 台版還沒有出 右邊這一隊呢 進攻會比較強一點 有木森麗加仙道 然後跳球開始 哇 櫻木一拿到一個中距離投籃 所以光頭櫻木 中距離應該是蠻強的 然後不斷傳導 木投籃沒有進 赤木抓到籃板 然後 哇 被蓋火鍋 仙道被蓋火鍋 假動作 再切入 表籃得分 仙道得分 2比2 拼手 好 光頭一幕拿到球 長谷川後側不投籃 呃 沒有進 長谷川的中距離其實蠻準的 哇 一個拉桿後仰跳投 所以木森麗真的很強啊 贏在關公中 可以決定要不要後仰 剛剛那一招應該是帝王跳投吧 4比4 平手 尖道上籃 再傳給木 空位投籃 得分 非常的靈活的戰術 好 這邊 光頭這邊 交給長谷川沒有進 哇 不停的傳導 看有沒有空檔 光頭是不是要死出他的冠了 也沒有 哇 這個街道前往上投籃沒有進 那麼近都沒有進 長谷川外線得分 6比6 平手 緊張 木森麗傳給仙道 仙道一個後仰跳投 應該進了 8比6 好 超好球 一幕拿到中距離投籃 嚴重干擾 應該不會進 欸 彈進了 所以嚴重殘擾 還是有機會彈進 看你的運氣 尖道上籃 呃 得分 沒有 他以為他要挑吧 所以 來不及反應 尖道這邊又超到球 木發起進攻 哇 被蓋鍋 被試破了 坦古川接到球馬上投籃 得分 10比10 高端場果然緊張 好 還要緊張 好 還要緊張 仙道再穿給木 木又穿給仙道 仙道放了大招 得分 好 還要緊張 光頭拿到球 穿給櫻木 再給仙古川 頭籃 馬上投籃沒有進 被干擾就沒進了 這次 被干擾 進了 平手 所以失誤跟籃板是 兩項一個很重要的 的因素 還有防守 哇 仙道被蓋鍋 對方這個防守組真的是 滴水不漏 仙道突破分給木 再次後仰 控位投籃進 14比12 真的猛啊 這個組合 仙道加木 長谷川中距離投籃 又進了 長谷川的中距離也是蠻準的 木分球給仙道 再次後仰 又進 16比14 哇 長谷川一隻到球都拔起來頭 沒進 再傳給櫻木 投籃 還是沒進 抓到籃板 再投 進了 被干擾的情況下 還是進了 長谷川 木傳給赤木 再次傳給仙道 哇 被櫻木蓋了一個大鍋 哇 櫻木投籃 欸 彈近了 欸 反超兩分喔 櫻木這一隊 坦超兩分 所以防守很重要啊 木拿到球 哇 被光頭一個大鍋賞下去 真的是 好遠喔 哇 光頭一個大招 直接扣籃得分 16比20 哇 難追了差4分 只能2分2分追啊 因為沒有3分球 3分球能力沒有 尖刀一個挑籃 被釋破了 又被蓋鍋 哇 這一招 對面這個防守組太恐怖了 哇 長谷川一個排球大鍋 把尖刀球殺出去啊 太恐怖了 櫻木投籃 沒進 赤木抓到籃板 剩6秒 應該來不及了 尖木 屌然 還是被櫻木蓋了 哇 這是 這場有櫻木 櫻木 長谷川 還有光頭 這一組贏 哇 這防守非常強啊 好的 感謝大家收看 這一 這一集的S2冠軍盃賽 蠻精彩的 喜歡我的 可以在右下角點點訂閱 掰掰